Koi Kim San 并无弦乐对应的乐段 索纳必须透过运气 执法的控制 在圆主旋律框架 添加适切的装饰变化 伴奏则衬托主奏 便于尖奏与伪奏时 支撑乐曲的流动感 所以这也是要演唱Koi Kim San时 必须现了改曲艺的来源 才能掌握曲艺的变化 以及圆曲切分音流动 装饰性佳花 竹鼠与印达 尤雅式香包等特性 才能共唱出雅致不俗的Koi Kim San 黄俊达老师编曲的浑身四部Koi Kim San 全曲分成五个乐段 第一段第八小节到第三十六小节 第二段是第一段的再反复 这一大段编曲的手法 完全依照传统男女对唱的应答方式 两两男女身部 时而平行复音 时而如支身复音方式进行 经过十二小节二四拍奸奏之后 黄俊达老师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接续着再置入四小节的六八拍奸奏转换 才进入第三段和第四段 如全新风貌的六八拍Koi Kim San 第三段从第五十四小节到第七十七小节 第四段是完全第三段的再反复 这第二大段的编曲 一如第一大段的两两男女身部复音进行 唯一 由二四拍改成六八拍 从第七十八小节到第九十二小节 是一段再回到二四拍的奸奏 要达到如香包歌似的男女对唱 歌舞小戏声响画面之中 祝贵安庸哦